当港星出现在韩国顶级颁奖电影上 将会是什么场面 2015年 周日花出席韩国妈妈亚洲音乐大奖 即便已经60岁的她 依旧不见当年独身风采 出场色彩BGM 不仅引发全场尖叫 就连台下韩国小鲜肉刘姬贤 也一脸磨坏的下意识鞠躬 随后 在鸟术表演成名曲江南斯德尔时 更是越过正当红的FakeFile 邀请花哥起跳喜马虎 2014年 同样在这一颁奖电影上 天王刘德华作为颁奖嘉宾 一出场台下便沸腾了 就连XO组合中的嫖三叠 也震惊地瞪打双眼 与身旁队友反复确认 两年后 自打天王中的黎明 作为颁奖嘉宾出席时 台下同样尖叫不断 与在场观众同样兴奋的 还有台下的张一星 在队友好奇的询问下 一星开始科普 像极了给你安利自家IDOL的闺蜜 而作为反韩IDOL第一人 周杰伦在对日文化输出中 更是十分硬核 在2006年 吴宇伦彼演唱回日本站 周杰伦身穿此金花纹的中国故事 唱响了霍原甲这首歌 不仅将折扇和大鼓 这样的传统文化带出国门 更是用音乐提醒了对方 以及国人 永远不要忘记 那份惨痛的历史 这绝对是最成功的文化输出 2012年 韩国顶级颁奖给你妈妈舞台上 主持人宋仲基演唱 韩语版当年请作为开场 屏幕上还放着张国荣演唱会的影像 两人进行了一场超时空对唱 改变的rock部分 则由全职龙演唱 依表达对哥哥张国荣 这位至今仍是众多 韩国人心中最爱的港星 深深的怀念之一 四年 在该颁奖典底上 48岁的郭富生一出场 便来了一段长达40秒的个人秀 随后一首一歌会舞 更是带动全场氛围 硬是将颁奖典底 唱成了个人演唱会 同样来砸场子的 还有2014年陈奕迅在妈妈现场演唱的浮夸 无论是真假音的转换 还是高音的呐喊都堪称完美 副歌部分直接变成全场大合唱 上一秒还在护士的各家粉丝 在这一秒全部发生歌迷 就连韩国男团Winter 都惊吓得参向观众戏 而这个统一了万圈的男人 全程都站在舞台中间 没有任何绚丽的灯光和舞本 也没有任何舞蹈动作 同样一出场就气场碘亚的 还有2017年莫文蔚的一首《一生所爱》 中间的伴奏部分 莫文蔚还表演了一段中国古典乐器古争 真正做到了将传统文化带出国门 当中国歌手出现在国外顶级盛会 将会是什么场面 2018年 邓紫棋作为首歌诞人 NASA颁奖嘉宾的《亚洲女艺人》 登台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光年之外》 这项盛事 也被称作科学界超豪华版诺贝尔奖 台下坐视的是 古歌创始人之一 谢尔盖布林 以及脸书创始人 扎克伯格等大咖 即便在这样的高压注视下 邓紫棋丝毫不慌 用音乐打破界限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 话语音乐就在世界舞台上畅响 欧阳飞飞 陈美玲 谭永林 都曾登上日本红白歌会 该典里堪称日本的春饭 1985年 一代天后邓丽君 更是一身杨贵飞造型 登台演唱的一首《爱人》 1991年的红白歌会上 已经第三次登台的邓丽君 则是身穿一级红色旗袍 演唱的一首《我只在乎你》 将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 展现得淋漓尽致 歌神张俊游 也在1996年 一圈都销量最高华人歌手奖 获奖者身份 登上世界音乐大奖 蒙特卡罗舞台 并演唱了一首《真爱》 而台下作者的 都是迈克尔杰克逊 吉林迪峰这样的世界级大佬 可以说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 《花语乐团》都有着 诸多优秀的歌手 用实力走向世界舞台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给予无限支持和关注 你还知道哪些歌手 在世界舞台的神奇现场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大昂馆 馆长带你了解 更多TVB幕后的故事